有些经验必须得自己去感受才能深有体会,比如创业,比如失恋。 但是有些经验却是可以借鉴并且避免的,比如开餐厅如何管理,如何选址如何合伙等。 这是一位从其他行业跨界来做餐饮的老板亏了一百万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也许对于你来说没用,也许你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但无论如何,一起学习共勉,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依薪酬,只满足餐厅百分之二十的骨干这些年物价上涨,费用上涨,餐厅利润却未涨多少。 每个员工都希望工资大幅增加,但估计百分之九十以上小餐厅无法做到这点。 既然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那么就只满足公司百分之二十的骨干。 首先发展骨干员工入股,将餐厅股份买一送一,半价销售给骨干员工,五年内退股支退还本金,五年以上退股三倍赎回。 每年拿出利润的百分之六十分红反正有钱大家赚,但股东一旦做了对不起餐厅的事,加倍惩罚,由股金中扣除。 这招还真好使,在近五年里没有一个股东离职,而且餐厅重点岗位都有股东,省了我不少精力。 为什么不白送股干员工股份? 其实我并不是在乎钱,主要是白给的东西别人不珍惜,而且入股的钱又可作为押金,以防股东做出格的事,再说员工入股的钱不出五年即可通过分红收回,不投入哪来的产出呢? 二授权,老板事事亲力亲卫,很难超过十五人。 记得餐厅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全餐厅我最忙,经常同时接两三个电话,还得安排采购,结账,进货,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结果餐厅四五年也发展不大,员工感觉备受压抑,无发展空间。 后来终于明白该放权就得放权,哪怕员工只能做到你的百分之七十。 小公司发展过程中15人是个坎,50人是个坎,200人又是个坎,管理方法不改进,一般无法进一步发展。 老板事事亲力亲为的公司,很难超过15人一个人能力强,可直接管理七八个人,能力一般,则知能直接领导四五个人。 三格行不振钱这句话放在百分之九十的公司身上是对的,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是那剩下的百分之十,也不妨一试。 一般公司只要能坚持个三五年,挣了点钱,老板就开始琢磨在干点什么。 大部分人总觉得自己的行业不如别人的行业挣钱,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一个。 上市季末,脑袋一热,开了个饭馆,从此厄运开始了。 当初本人觉得自己销售方面颇有天赋,开饭馆肯定没问题。 谁知这该死的饭馆光有销售根本不行,做得不好吃别人最多只来一次。 而且开饭馆不光禁货结账,卫生防疫,工商公共安全专家样样要跟上,起早贪黑类的要死,跟开公司不一个路数,本人实在没耐心,找了个公司部门经理去负责,管得一塌糊涂,半年赔了几十万,关门了事。 现在谁在跟我提开饭馆我跟谁急,去饭馆吃饭行,别的一概免谈。 如各位有兴趣要开饭馆,一定先想明白以下几点。 以你是否能起早贪黑吃得乐苦,而如是接别人转让的饭馆搞明白上家为何转让,不可知听一面之词,一定在该饭馆蹲两天。 三饭馆租金,人员开销等费用和到每天每张桌子是多少钱,饭馆定位,面向什么层次客户,一天能翻几次台,平均每桌消费多少,毛利率多少,是否能赚回来。 四附近的工商,卫生,公共安全专家,地痞流氓你是否搞得定。 五停车问题,六你老婆是否愿意做采购或找个像你老婆一样对你忠心的人做采购。 四关于发礼品收买人心去年春节前去一个朋友公司,正赶上他们过节前发东西,每个员工两大捆卫生纸,一小桶食用油,几大桶可乐,一箱炉干。 当时朋友还得意洋洋的说,过节发这些东西让员工拿回家,员工家属一看就觉得咱公司福利待遇好。 而且这些东西摊到每人头上才一百多元看起来又一大堆,很合算。 朋友的公司逢年过节是发这样的东西,但是却一直没有帮员工买社保。 之后没多久,他公司的业务骨干就走了这个和很多餐厅的做法很像,每个月给所谓的全勤奖一百元,然后偶尔发点过节东西,吃顿饭就以为对员工很好了。 实际上员工都在背后骂老板吝啬,加班没有加班费,不补修之类的,社保和伙食又差得要命。 所以要想留住员工,少来点虚的吧,员工心里都清楚着呢? 五座老板尽量唱红脸每天餐厅里总有很多事发生,有的应该表扬,有的应该批评。 批评和表扬到底该由谁来执行呢? 刚开餐厅时,找不着当老板的感觉,平素又最反管人,所以员工有什么问题我很少说。 结果员工自由散漫,谁也不服谁,工作无法开展。 后来觉得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于是开始板起脸管人,这下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餐厅里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我和员工之间,经常有员工当面与我理论是非曲直,这老板当得真郁闷,而我又实在不想当一个深色俱利的管理者。 后来与日本企业接触多了,发现不少奥秘日本公司总经理很少骂公司普通员工,对公司底层员工可和矮了,但他经常当着员工的面训斥公司中层干部,而普通员工犯错误则由该员工的直接领导负责处理。 当然月底发工资时总经理心理可不含糊,这样公司不仅管理的仅仅有条,而且员工心理也比较平衡。 咱当老板总不能让公司员工接干而起或用脚表态一走了之吧,既然主管和部门经理享受着公司岗位津贴当然应该为老板分忧,该唱黑脸作恶人时就应当仁不让。 而老板一般应保持一个超然的态度,置身于事件之外,旁观者轻吗? 不过部门经理需要支持时,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我通常态度鲜明予以支持。 六按时发工资其实这一条是当老板最基本的素质。 估计每一个老板都不会反对这一点,至少在口头上不会反对,但实际情况是很多餐厅做不到这一点。 餐厅在日常运营时,会经常遇到资金紧张的情况,比如采购货款,生意不好等,银行贷款到期需立即归还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老板来说都是未能及时发工资的充分理由。 老板一般想,又不是不发工资,只不过稍微晚几天,餐厅资金紧张,员工应该理解。 真实情况是,无论任何理由,对于不按时足额发工资,员工都无法理解。 员工的工资不是老板赏赐的,而是他辛苦所得,没准他正等着到日子拿工资交房租,还月工或支付孩子的学费。 未能及时领到工资,员工可能马上就会面临生存问题。 正常情况下,老板都理得钱总比员工活分些,所以老板经常想当然认为员工晚拿几天工资没关系。 那么如果碰到资金紧张时该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做生意量力而行吧,有多少本证多少利,不行就找银行贷款。 如果银行贷不到款,也可餐厅内部或亲戚朋友之间集资。 拖欠工资这是有点像吸毒,有一回就会有第二回,只要资金一紧张老板就会用拖欠员工工资来缓解,结果员工对公司和老板的信任荡然无存。 调查表明,员工对于公司最无法容忍的就是拖欠工资。 从一到年底就出现餐厅员工被欠薪讨薪的新闻,甚至有老板跑路,餐厅员工讨薪无门的消息。 餐厅员工工资本来就不高了,你跑了他们怎么活,欠了他们的工资,他们又怎么愿意跟着你呢? 因此,不想餐厅没人用,记得千万不要拖欠员工工资。 结语开餐厅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是做成功了将会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以上的六个经验教训,与其说是教训不如是一种劝诫,勿忘初心,方能始终。 对员工好,懂得用人知道,这个在哪个行业都适用。 我Austin在这里就会解割一下,能不能够听吗?